我叫石严能 我是少林斯第32代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比子丹能打 我比那个樊少皇能打 我比他们都能打 为什么他们演的角色比我要重 我比子丹能打 我比樊少皇能打 我比他们都能打 为什么他们演的角色比我要重 世行宇这段话可不是口出狂言 曾经在拍摄功夫时 他凭借过人的腿功 把三个武师踢口吐白墨送进医院 在实习时一脚把周星驰踢飞几米远 刘德华在看了他的功夫之后 想拜他为师 世行宇到底有多牛 2003年世行宇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 说周星驰正在招武打演员 叫他去试试 到了剧场面对镜头时 世行宇拿出了生平最擅长的腿功 他刚演示不到一半 周星驰便突然喊停 就在世行宇以为自己已经被淘汰时 没想到周星驰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 当即就拍板决定苦力强的角色非他莫属 据说为了这个角色的选角 周星驰面试了200多个演员 但始终找不到满意的人选 直到世行宇的出现让他如获至宝 世行宇功夫了得 但平常训练都是完真的 到演戏时就不知道怎么做假动作 结果一个失手把在场的一个武师踢飞倒地 口吐白墨 直接叫救护车送进医院 接着又上两个武师 也都挨不住世行宇一脚就晕了过去 见世行宇功夫如此厉害 一向爱好中国武术的周星驰也有了兴致 要跟世行宇过过招 世行宇又是一腿扫过去 周星驰直接飞到几米外倒地 把在场的众人吓得脸色苍白 好在事先做了防护周星驰没有受重伤 他很欣赏世行宇 亲自教他武打戏要怎么把握力道和动作 怎么样才显得逼真 世行宇很用心地学习 最终在功夫中 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绝伦的十二路弹腿大战 斧头帮摆人的场景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世行宇能够在电影中将十二路弹腿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腿工高手 世行宇十二岁便出家进入少林寺 得到德阳禅师的精心教导 加上他天思聪颖 他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 他还曾经代表少林寺武僧队 访问东南亚和欧美各国 在世界各地传播少林武功 直到现在 我们还能在网络上 找到当年他在国外表演铁布山的视频 因为他的好武艺 他年纪轻轻变在武术圈内有一定的名气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世行宇在上海功夫剧组中 被星爷一眼选中 这才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为了报答周星驰的知遇之恩 世行宇心甘情愿地跟着周星驰 这一根就是十几年 刚进功夫剧组时 世行宇是个没有参演过什么电影的新人 所以片场那些工作人员也就不把他当回事 对他遗旨 其实呼来唤去没有半分尊重 就连分盒饭也不给他分一个热乎的 有天周星驰路过时看到了这个情形 他默默走过去 然后大声说道 世行宇以后跟我们一起吃饭 从那天之后 那些工作人员再也不敢对世行宇无礼 一下子变得客客气气 一口一个行宇师傅地喊着 周星驰小小的一个举动 让世行宇感到自己被尊重 被平等对待 所以他之后无怨无悔一直跟着周星驰 但周星驰拍电影比较慢 几年有时候都拍不了一部电影 因此很多签约的艺人与周星驰解约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世行宇还是毫不动摇地跟着周星驰 直到后来周星驰自己也怕世行宇发展 便主动找世行宇谈话 说为了职业生涯考虑 应该多去外面接戏 自己如果有需要会再找他回来 后来世行宇也接了许多片约 但都是一些配角 世行宇也很想成为像李连杰一样的武打巨星 他也一直都在努力 可惜的是他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遇 或者说他少了一点运气 再之后他出演了许多电影 像是龙虎门导火线夜问等 但名气一直没有太大的提升 而且一直被定为配角 这么些年来 世行宇兢兢业业完成每一场武打戏 可以说作为一个武打演员 他绝对是合格的 但想成为一名武打巨星 世行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修行 世行宇见了面都要喊他一声施工 可是为了拍戏 他甘愿自降辈分 从爷爷变成孙子 2011年世行宇准备出演电影《新少林寺》 但是少林寺却不让世行宇出演 原来世行宇的辈分太高 他要饰演的角色却只是一个小和尚 这不合少林寺的规矩 无奈之下世行宇为了拍电影 居然回到少林寺找到了自己的恩师德阳法师 让恩师把自己的法号改成了饰演能 这么一改 相当于自己在少林寺中的辈分 从爷爷被降成了孙子辈 但世行宇毫不在乎 他只想演戏 《新少林寺》播出后大火 收获两亿票房 世行宇也通过这部电影 再次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武打演员的风采和演技 之前为此做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拍这部电影让世行宇认识了成龙 刘德华这种一线大明星 让他拥有了更好的人脉 在拍摄电影期间 刘德华看到世行宇功夫了得 主动提出要拜世行宇为师 世行宇说 我的功夫远远达不到可以做您老师的水平 不过一点微墨拳脚 如果您不嫌弃我就演示给您看 虽然世行宇表示自己做不了刘德华的师傅 但拍戏期间 刘德华还是一直尊称世行宇为刑宇师傅 我认为他是很尊重我 就是经常在公开场合叫我 哎 刑宇师傅 哎 我师傅怎么怎么怎么 并且跟着世行宇学了两个月的少林拳法 不过世行宇虽然武术造诣极高 但在拍电影这条道路上却极不顺畅 一直都适当配角 2007年参演电影《导火线》拿到片酬60万 但是同样是武打演员 甄子丹拿了260万 咒赵龙110万 古天乐的片酬高达300万 世行宇感到非常气愤 他找导演叶伟信问道 这群人中没有一个打得过我 凭什么片酬都比我高 导演说 你有一身好功夫又怎样 你没有人气没有流量 世行宇听完只能无奈地摇头走出房门 咒赵龙就跑来对他说 一个演员想拿高片酬 要看他有多大的影响力 能带来多少票房 而不是看你有多能打 演得有多逼真 这也让世行宇恍然大悟 在电影《导火箭》中 世行宇还有一场跟甄子丹对打的戏 里面拳拳到肉 让众多观众直呼精彩 但是世行宇却为了演好这场戏 导致一个耳膜当场破裂 电影中有一个世行宇被甄子丹抱住 向后摔的镜头 当时世行宇在拍戏中判断错了威亚的作用 以为威亚会减缓摔倒时的冲击力 没想到那个威亚是向下拉的帮助他往下倒 结果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世行宇直接坠地 导致耳膜当场被震穿 因为拍这一场戏 穿了一个耳膜穿孔 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世行宇虽然在许多电影中都是饰演配角 但他依旧以敬业的态度和合格的演技 得到许多人的认可 大家都说 世行宇世纪李小龙 李连杰 成龙和甄子丹后的第四代打星 虽然他不如前几位那么有名 但作为一个演员 他的敬业精神和演技不输老息骨 而且他的重情重义 在演员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所以才能够深受大家的喜爱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